通过刚才的学习呢,咱们都已经知道了,要把图形数得清楚呀,它是有方法的,怎么样呢?分类来数,不管你是利用组合图形分类,或者呢,你是利用对称来分类,都可以,那么一定要记住分类思想的一个运用。 那好了,那么再来看一下咱们这里的,有好多几何图形拼成的一个房子,哎呦,有烟窗还冒着烟呢,对不对? 那么这一个房子里边,让咱们数一数,圆形有几个,三角形有几个,长方形,也包括了正方形,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问题了。 好了,孩子们,那么像数这样的图形,这样的图形,咱们应该怎么数呢?怎么样分类呀? 这个时候呢,咱们就应该利用它不同的形状,是不是来分一个类了?对吧? 然后呢,根据它不同的形状,咱们再分别来数就OK了。 好了,首先呢,让咱们一个个形状的来数一数吧,先数谁啊?先数圆形好了。 好了,咱们来快数数圆形的个数。 先找找这里边圆形在哪? 只有烟窗里边冒的烟是圆形,对不对? 哎呀,有大中小三个,是吧?应该是大小小三个,那一共就是三个呗。 所以圆形特别好数,就是三个。 好了,那么三角形呢? 接下来数三角形的个数,三角形呢? 来一块找找,三角形有哪儿,在哪儿,好不好? 首先三角形最多的地方是不是就是这个屋顶了? 接下来呢,它还在这里有一个,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。 那好了,那我现在呢,也就分开来数了。 我先数它的屋顶,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就OK了吧。 好了,那么它的屋顶这里有多少个呢? 这是一个对称的图形,我们刚才说过了,对不对?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一半就OK了。 那我就看左边这一半了。 这一半呢,它基本三角形有两个。 然后,两个基本三角形组成的三角形是不是有一个啊? 所以这一半有三个三角形。 同样的道理,那么这边也就有三个了。 好了,那么对称图形数完一边,另外一边不用数。 最后还得把怎么样? 把两边并在一块,对吧? 再来数一数。 两边并在一块,咱们不看中间这条线的话, 还有一个,两个吧,对不对? 所以屋顶的三角形呢,一共有八个。 还得再加上这类的一个吧,对不对? 所以八加上一,应该等于的是九个。 因此三角形的个数有九个。 这个是最边的这一个啊。 好了,有九个。 那么三角形数完了以后,我们来数数长方形的个数呢。 长方形的个数显得有一些麻烦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这里边长方形特别多,是不是? 是不是特别多啊? 对吧? 所以咱们在数的时候,可千万一定要小心了。 怎么数呀? 我们来看看,长方形最多的地方呢,是这一块。 是不是?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,是不是都还算比较好数? 对吧? 那好了,那么咱们就先着重的来数。 一所窗户这一块了。 这样的一个图形,里边它有多少个长方形呢? 首先它是也包括正方形的,对不对? 那好了,那我们先来看它的基本图形是不是有四个。 对吧? 我可以利用组合图形的思想来考虑了。 基本图形有四个。 接下来我来看,两个基本图形组成的长方形有几个? 这是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又是四个了吧? 对不对? 再来看,由三个基本图形组成的长方形。 在这个图里边我们找不着,所以就直接看由四个基本图形组成的长方形。 是不是就一个了? 对吧? 因此小小的一样窗户上面居然有九个长方形呢。 好了,那么考虑完窗户以后,咱们再来接着考虑还有什么呀? 我可以有个方丈来找吧,对不对? 我可以从下往上或从上往下都OK。 那么我这里就从上往下好了。 上面这里是一个,这有一个,接下来往下一点,这又是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了。 所以再来加上一个四。 长方形的个数是不是就数完了? 对吧? 那就是九加四等于十三个。 九加四等于十三个了。 好了,这一道题呢,咱们也就数清楚了。 那么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? 咱们在数图形的时候呀,分类数呢,是一个中心的思想。 就是要靠分类的方法把这个图形给简化,给变成简单的,对不对? 那么你们一定要记住了,用这样的方法呢,分类数图形的这种思想呢,能够提高我们的正确率。 你记住了吗? 那么我们要留意你只要留意你 怎么放上进了之后。 那么这就是它然后哇 放在这里。 那么我们要留意你我们去收拾了。